MHUSB的安裝方式 那該機前呢請先將記憶卡格式化 那有重要資料請執行備份 主機設定 Memory Stick 格式化 OK 格式化好之後呢就到電腦 MHUSB這個檔案 但它的安裝方式也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它會多出三個東西 那分別幫我都直接複製起來 右鍵複製 到記憶卡格目錄按貼上 那一樣全部取代 MHUSB跟那個Check H1N 你可以挑一項因為你覺得刷圖機率比較大的 好使用因為兩者它達到的效果是一模一樣的 就達到的目的都是一模一樣的 好那複製好之後我們把畫面轉交到PSP3 那我要展示MHU的刷圖 基本上就是換湯不換藥 就大同小異 那一樣刷圖 啊記得 該圓 我也差點忘記了 那是很多次不成功 你試著把PSP恢復預設值 這樣 讓它run 喔!停住了 掛掉了 四三次以上如果都不行的話就會複製設值 那個算是大絕招 所以不只有我會失敗 也不只有大家會失敗我也會失敗 所以你如果試很多次也不要太稀奇 因為搞不好我在錄這影片我也試了很多次 三次以上 那恢復預設值在主機設定 那裡面有一個 default 這個就是 恢復預設 那恢復預設值呢 你記卡的東西並不會不見 那只是你本來的PCP桌布啊或主題 齁都會變成原廠的這樣子 都先 隨便選就可以了 你可能不會變成 日文啊 可能會變成中文或英文 可能會變成中文或英文 那 版本並不會跑掉喔 還是依照 依照 依照 依照是5.03 所以在我這台機子裡面 MHU算是刷度比較不順利的 那版本就會變成 那版本就會變成 5.03 SPEED 那接下來一樣做一樣的動作就是 自行遊戲 那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試過那個 HGate EM了 所以我就不用再按叉叉那些的 那如果你要重新安裝 你可以按雜鍵在執行那個安裝檔 它就會 喔 讓你重新安裝這樣子 我們來看看本本 它本為 定義3 但實質上它是-4的 自行 謀略3 好 一樣可以執行 好 而且蠻多很正常 OK 那教室就到這邊啦